是我们力量源泉 继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回顾了习近平的成长经历和从政之路 还披露了习近平的家庭生活细节 与彭丽媛一见钟情后结婚 两人育有一个女儿 名叫习明泽 另外新华社还公布了23张照片 包括习近平与母亲齐心 手拉手散步 习近平彭丽媛合影 习近平骑自行车带着女儿等温馨画面 新华社文章说 2012年12月7号 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23天的习近平 首次离京赴外地考察 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 第一站选择了深圳 此行一路 他轻车简从 与群众直接接触 亲切交流 习近平此次在广东考察走的路线 20年前 邓小平视察南方时走过 颇具深刻寓意 有媒体评论 这是一位带来执政清新风气 坚定不宜推进改革开放 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领导人 文章介绍了习近平的经历 其中包括他在文革中曾被批斗关押 赴农村插队等 文章指 习近平始终把人民的梦想作为自己的梦想 43年前 他曾作为知青到陕北农村插队 一干就是七年 他的第一个官衔 是构成中共组织体系细胞大队行政村党支部书记 2007年 经过多年基层和地方工作历练的习近平 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兼任中央党校校长 他随后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 五年来 他直接参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研究制定 参与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组织实施 文章说 从陕西到北京 从河北到福建 从浙江到上海 从西部贫困地区 到国家政治文化中心 从东部欠发达地区 到沿海发达地区 习近平从政经历 遍及村 县 市 省和中央党政军主要岗位 他常说 为官一任 就要造福一方 要常怀忧患之私 常念人民之托 文章还特别强调 习近平和军队有着不解之缘 早年他曾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过三年 与军队结下了深厚感情 在地方任职时 他先后担任过 县人民武装部第一政委 市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省高炮预备议师第一政委 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和大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领导等军队职务 十分熟悉军队情况 文章还说 习近平心系台港澳 17年的福建工作经历 使他深入了解了台湾及两岸关系 在他任上 厦门设立了内地首家台商会馆 福州建立了第一个以台资企业为主的工业村 他为台湾同胞做了大量排忧解难的事情 许多台湾同胞都把他视为好朋友 有人注意的是 文章最后用不少篇幅介绍了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 文章说 习近平与彭丽媛1986年一见钟情 结下良缘 婚后 他们各有事业 经常不能在一起 但都一直相互理解 相互支持 尽最大努力去关心照顾好对方 只要条件允许 无论多晚 习近平每天都要跟妻子至少通一次电话 互置平安后 才放心休息 几十年来一直如此 文章引用彭丽媛的话说 习近平是称职的丈夫 称职的父亲 对他也非常关心体贴 一有机会与丈夫团聚 他就要操持柴米油盐 想法子变花样 给他做可口的饭菜 此外 习近平的女儿 习明泽的名字 也出现在这篇报道的最后一段 文章说 习近平与彭丽媛夫妇俩为女儿取名明泽 清清白白做人 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是他们对女儿的期许 也是他们质朴家风的写照